新山零印寺 这座山上就是供奉的湖心 在山底 山坡对我们卖湖心爱吃的烧鸡 还有寄欧 白酒而过头 烧鸡烧酒 来拜湖仙有讲究的 单身女性不能独自来 因为会得一些烂桃花 这个山蛮高的 它和戴罗顶一样 但是全城是徒步 因为大家都觉得白胡仙 比较灵验 而且有点血性 通常都不会来 这繁星山的景色真好 这两边是个红丝带 很应景 心气飘飘的感觉 胡仙庙的人很虔诚 基本上每个人的手里 都会拿着烧鸡和烧酒 度是越高越好 这是周围五台山 唯一的一座胡仙庙 看这个庙真是住的 建在荒山野岭的高山上 终于到了 不过了 快走 那也是到处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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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境 范县山 表演还有一只狗 这里边的气氛有点不对 这里边的气氛和佛寺确实不一样 佛寺有一片祥河 这个气氛有点紧张严肃 这有两层 一层就是供奉的湖心 一进去就是酒意特别浓 整个空气中就是微醺的感觉 进去大概十分钟你就会醉 全是白酒的香气 并不辣特别香 二楼的话是供奉的是湖太三爷 湖太三奶奶 整个湖心庙它是供奉在范心山上 范心山以湖心庙为名 整个范心山上的湖心庙 你限则有不限则无 所以说如果大家来 我们还删有时间的话 一定过来看一下 只要你限它就零 好吧 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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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